枪声一响立刻冲刺快速过桩 只花了3.994秒 一举躲下今年屏东全国理事长被冠军 他就是刚在亚运滑轮溜冰速度过桩赛 热腾腾夺金的王佑军 年近15岁的王佑军首都征战亚运 就击败中国地主选手摘下金牌 同样在亚运赛场上缔造记录的还有他 今年16岁的黄品瑞预赛滑出 3.885秒加击刷新实际记录 台湾小将在预赛成绩 强占一二名进入到四强赛 波斯强赛小失误最终铜牌战 还是友好成绩 击败伊朗选手获得铜牌 远在台湾的家人也替他感到光荣 很高兴啊 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他其实是苦练型的小孩子 每天就是固定的练习基本功 然后还要做一些体能 对啊 然后不管下雨刮风还是太冷太热 都一定得在场上练习 黄品瑞从国小一年级开始练习 滑轮过桩 将近十年的练习时间 全年无休美天辛苦练习 速度过桩是比拼选手单脚滑行过桩的速度 选手会有12公尺的起跑冲刺 要S型扭过20个间距80公分的桩 最后再冲过终点线 途中每碰到一个桩时间就会加0.2秒 四次失误不算成绩 中间有一段时间 就是一直没有办法突破自己 到另外一位教练 那他让他突破了自己 他就一直一直往上 一直想要从事这一块 这些亚运光是华伦六兵队 就斩获了六金二赢三桶 华伦小将上演金包桶戏马 让奖牌酷大进仗 更在亚运舞台上发光发热 近视频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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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